原标题 夜宫浩龙中的夜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语文老师没有告诉你上学时候 我们都读过夜宫浩龙的故事 这个成语故事说的是楚国人沈朱梁金峰帝在夜宴 因此自称夜宫 夜宫此人非常喜欢四灵之一地龙 逢人就吹嘘自己的是如何喜欢龙 不但身上的配件 衣袋钩上叼着龙 家里的墙壁柱子等处也都绘制着龙 夜宫浩龙之事被天上的龙听说了 感动莫名 决定亲自下凡去拜会一下夜宫 一天夜宫正在午睡 突然电闪雷鸣 风雨大作 睡梦中的夜宫被惊醒 只借一条龙来到他家里 龙头搭在窗台上看望 龙尾伸到了厅堂里 夜宫吓得把腿就跑 整个人失魂落魄 别提有多惊恐狼狈的 原来夜宫所好的不过是假龙罢了 于是有了夜宫浩龙这个典故 用来讽刺那些表里不移 物虚名 好多表面文章之人 夜宫这一负面形象 也由此流传千载 直到今天 都没有翻身 追问溯源 夜宫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恐怕真实详情 语文老师在教课的时候 没有告诉过你 实际上 夜宫浩龙这个典故 不过是孔子门生 凭空杜撰的一个段子 到了西汉年间 大如留下将这个段子 收入他主编的《心绪》一书中 从此夜宫浩龙的故事不静而走 历史上 真实的夜宫却有其人 本是楚国王室贵族 其曾祖父是那位问鼎中原的 霸主楚庄王 夜宫乃神隐士 明珠亮 自子高 渊生于公元前528年 死于公元前470年 跟孔子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夜宫不但不是一个胆小鬼 而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水利家 他治理方帝夜宜近50年之久 新水利 劝农丧 率民众修筑的东西二倍 可灌溉农田数十万亩 这项水利工程 比都江燕造200多年 比郑国渠道300多年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之一 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恩责 孔子曾听闻夜宫的善政 特意前来拜访与其交流治国方针策略 两人还讨论了伦理大德的标准问题 对于亲人犯罪 孔子主张为亲者隐 夜宫主张应大以灭心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夜宫论证 由于夜宫的政治主张与孔子大相径庭 由此狠不招孔子门人待见 度转了夜宫耗聋的段子 来抹黑夜宫 公元前479年 楚国都城发生叛乱 整个楚国处于飘摇动乱之中 夜宫文训后 不顾年事已高 出兵平乱 迎贵王复位 稳定了国家大局 夜宫因有公关之令隐 司马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但他不量高位 执政一年后 就让贤于比他年轻的公孙颖 公孙宽 自己回到了封地安享晚年 真是试了福一去 深藏公语名 苦语云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此语放在夜宫身上 也是很恰如其分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